平躺比較不舒服 或是吃飽之後比較不舒服 你就有可能是胃食到逆流 沒有朋友可以幫你 你又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找不到任何人可以送藥給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緩解呢 教你幾刀 第一個 嚼無糖的口香糖 當你嚼無糖口香糖的時候 你會分泌大量的唾液 請你把這個唾液吞下去 就會造成所謂的酸鹼中和 因為你的口水不弱鹼性 好不好 所以吞下去的時候 會稍微讓這個酸沒有那麼的酸 但是要小心有一個陷阱 你不要給我吃 現在工作壓力很大 工時又很長 常常會忙到連東西都沒有得吃 三餐不定時 而且又不定量 而且有時候要吃的時候 又要吃得非常非常快 因為隨時要趕工作嘛 所以造成現在人的腸胃 常常都很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上腹部疼痛的時候 很多都覺得他可能就單純的胃潰瘍 就是吃胃藥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上腹部的不舒服 原因有非常多 如果你每種不舒服 都只是單純的吃胃藥想去解決的話 小心產生非常可怕的後遺症 其實上腹部的不舒服 簡單大概可以分成幾種 如果是腸胃道的 你可能是胃潰瘍 你可能是十二指腸潰瘍 你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 你知道胃潰瘍長久不處理 可能會變成什麼嗎 會轉成胃穿孔 甚至有可能轉成胃癌 那如果十二指腸潰瘍 如果長期不處理 也有可能產生十二指腸的穿孔 會讓你造成腹膜炎 嚴重的甚至可能會因為敗血症而致命 那胃食道逆流如果長期不處理 大家都知道 當你的胃酸跑到十道的時候 因為胃部有很多的黏膜 所以不會受這些胃酸的傷害 可是十道沒有那麼厚的黏膜 所以當你的胃酸跑到十道的時候 久了之後你就可能產生十道癌 所以對一個現代人而言 如果你上腹不舒服 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種的不舒服 那要怎麼區分呢 其實有簡單的方法可以區分 我們先來講講看十二指腸潰瘍 其實十二指腸潰瘍不舒服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胃酸過強的原因 所以基本上它是在你空腹的時候比較會痛 所以除了你這個上腹痛是發生在半夜 因為半夜的時候其實空腹一段時間 這時候胃酸的量其實是多的 所以如果你常常會睡到半夜被痛醒的話 或是你這個疼痛 你發現被痛醒之後 你吃點東西它就會變得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極有可能是十二指腸潰瘍 為什麼吃東西會好呢 因為吃東西會中和胃酸 所以胃酸就不會變得那麼的酸 所以基本上你的十二指腸潰瘍就會比較好 所以各位第二觀念 十二指腸是因為胃酸過多造成的 十二指腸潰瘍跟胃酸過多 是有直接的相關的 所以基本上是在空腹的時候 會造成比較嚴重的症狀 所以大部分是在下午啊 你很久沒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在半夜的時候 就會感覺你肚子的不舒服 它的可以檢驗的症狀就是說 如果你吃點東西 中和一點胃酸 它的症狀可能就會被緩解 那胃潰瘍是痛在什麼時候 大家不懂都是痛在飯 因為胃潰瘍其實跟胃酸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胃潰瘍什麼時候會痛 當你吃食物的時候 其實胃酸被中和了 那它為什麼會痛呢 因為當你吃食物的時候 胃道要蠕動 為什麼胃要蠕動 因為要把這些東西磨碎嘛 可是你想想看 當你胃裡面有潰瘍 有傷口的時候 它會在那邊蠕動 在那邊扯來扯去的時候 這個傷口會不會造成一個疼痛 當然會啊 所以胃潰瘍一個標準疼痛方式 就可能是在飯後痛 飯前可能食物還沒下去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 可是一吃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上部有一點很不舒服的感覺 這其實有可能就是胃潰瘍 痛的時間點 三十二指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三個就是我們很常聽到的 胃食道逆流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胃食道逆流 就是胃裡面的東西 跑到食道裡面去嘛 什麼時候會發生 胃內壓力過大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飯後 飯後壓力比較大嘛 所以才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另外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你吃的東西是會往下跑的嘛 可是如果當你平躺的時候呢 它也容易往上跑嘛 所以基本上如果當你發現這個不舒服 是在你吃飽 或是在你平躺的時候 都會變得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你就極有可能是所謂的 胃食道逆流 我們很常講的火燒心 那什麼東西啊 其實胃食道逆流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會有很典型的症狀 讓你感覺到我就是火燒心哦 但是其實很多只是單純的不舒服 或者是用一些慢性咳嗽來表現 可是如果你檢視你這個不舒服之外 我講的 平躺比較不舒服 或是吃飽之後比較不舒服 你就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哦 那胃食道逆流到底要怎麼去緩解呢 我們都知道胃食道逆流 可能可以吃一些胃乳片啊 把胃酸壓下去 也許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但是萬一剛好你這麼倒楣 你現在正在胃食道逆流很不舒服 你手邊又沒有朋友可以幫你 你又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找不到任何人可以送藥給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緩解呢 教你幾招 第一個 嚼無糖的口香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嚼無糖口香糖的時候 你會分泌大量的唾液 請你把這個唾液吞下去 就會造成所謂的酸鹼中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口水是弱鹼性的好不好 所以吞下去的時候 會稍微讓這個酸沒有那麼的酸 但是要小心有一個陷阱哦 你不要給我吃有薄荷涼涼的口香糖哦 為什麼呢 因為薄荷會讓你的噴門更放鬆 就會造成胃食道逆流更嚴重哦 所以請你吃不含薄荷的口香糖 去刺激你的唾液分泌 來中和你的胃酸哦 第二個方法就是 馬上站起來啦 剛剛各位講過 你平躺或者是這樣坐著的時候 因為重力的關係 胃裡面的東西 當然比較容易是逆流到十道啊 所以當你的胃燒逆流增重很明顯的時候 趕快站起來站著 讓重力幫你解決這個問題哦 第三個就是要做腹式的呼吸 什麼意思 各位覺得很奇怪 你吸到腹部不是會增加腹部的壓力嗎 不是造成胃更容易逆流嗎 但是你知道嗎 各位食道跟胃中間有個地方叫做噴門 噴門剛好就在橫隔膜左右附近 當你用腹式呼吸的時候 你的橫隔膜就會運動 就會收縮 就會幫助你噴門去關緊 所以基本上在你胃食道逆流的時候 你做一些適當的腹部的深呼吸的時候 是可以減緩胃食道逆流的症狀哦 但其實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啦 你平常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才可以預防胃食道逆流呢 第一個就要從你吃的食物開始說起 請你常常吃一些溫和的食物 多吃纖維質的食物 少吃甜 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因為這些都會促進胃酸的分泌 像咖啡也是啊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毛病的話 請你早上不要空腹喝咖啡好不好 第二個請掌握進食的順序 就是要所謂的乾濕分離 跟你洗澡一樣 乾濕分離比較好 什麼意思 就是建議你先喝湯 再吃固體的食物 千萬不要一口飯一口湯 一口飯一口湯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一口飯一口湯 這個湯跟飯混在一起 就會讓它的體積膨脹 就會造成你胃部的壓力增加 當然就更容易產生了胃食道逆流啦 所以基本上飲食的順序 建議你乾濕分離 先喝湯再吃飯 第三個就是吃飽之後 很多人吃飽之後就會幹嘛 想睡覺 想睡覺就會幹嘛 坐在沙發上面 千萬不要好不好 因為重力的關係 只有可能造成你胃食道逆流 所以吃飽飯的時候 最好先站著休息一下好不好 讓你的胃的食物盡量的往下跑好不好 同時可以消耗一點熱量嘛 第四個就是 不要為了愛美穿太緊的衣服好不好 明明自己就胖 又要去穿那種 M號或是S號的衣服 你知道嗎 衣服這樣穿下去 就會造成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就會造成腹內壓很大 腹內壓很大 就造成胃的壓力很大 就很容易往上跑了好不好 所以衣服的鬆緊要合適好不好 所以主要告訴各位 當你上腹部不舒服的時候 一定要先找你是什麼的原因好不好 因為不管是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或是胃食道逆流 都有它相對應的治療方法 如果你選了不好的治療方法 你當然沒辦法改善你的症狀啊 長久之後就可能會產生一些很嚴重的後遺症 就剛才講的 胃潰瘍不處理就可能變成胃癌 十二指腸潰瘍不處理 就可能造成十二指腸潰瘍的穿孔 造成敗血症 胃食道逆流長期不處理 就可能產生食道癌喔 關心健康所有事 其實我想要問 不能空腹喝咖啡早上 那我可以喝拿鐵嗎 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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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那個就會吃雞啊 不便宜啦 不便宜啦 如果兩個選起來的話 當然是拿鐵比較好啊 對啊 但是有一個想問 剛才師傅 你說不要一口飯一口 可是我先吃飯吃完再喝湯 啊不是啊 那就一樣啊 因為你湯下去的時候 湯很快就排掉了 液體很快就已經下去了 就你在穿過胃 它在胃裡面不會流太久 可是你先吃飯 那個飯最少在胃裡面 要留三個小時 你有可能 我建議先喝湯 對 剛才師傅 你是先喝湯再吃飯 對啊 如果是湯泡飯呢 湯泡飯最不好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江文俊 喜歡我們的內容嗎 想知道更多關於健康 即食又食用的資訊嗎 動動你的手指 可以跟我們訊息Pro接喔 謝謝主題 好 我來給你們的 好 謝謝主題